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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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是高雄地院 还有新北 彰化 台中 其他地方法院都有他 他可能是这种所谓的地下钱庄 然后呢也有可能就是根本就是 对不对 根本就是诈骗的 那这种情形 我不晓得说 为什么我们法院要替这些的地下钱庄 或是替这些的诈骗集团 来当他的筷子手 而且我们支付命令没有上线 今天我申请一个支付命令 上亿的支付命令 你们也照样合法 又有程序合法 委员 我们现在有一些修法的这个方向 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加强这个市民 没有错 我就说市民根本没有用 第二个就是说呢 在这个支付命令的后面 再加注说支付命令如果没有意义的法律效果 不过实际上除了 你说支付命令没有什么 没有意义的法律效果是如何 那么实际上 问题是我根本说不到啊 对不对 我们现在好 除非你把这所谓的计准送打 留置送打 全部都拿掉 第一个 他不是法院所下的判决 他不是法官所下的判决 他是这个法院的事务官 支付命令是由司法事务官所为的 这个下的一个裁定 跟法官的确定判决有同一效力 这本身就通不过宪法的一个检证